很多人都知道了要是一个形象原本很好的艺人突然没了之前的样子,网友们对他的看法的落差就过很大。 吴秀波从一个很多人喜欢的励志大叔,到现在的感情丰富的骗子,是一个很大的过渡,很多网友之前因为喜欢他所以现在都非常接受不了。 还有很多人都觉得,他真是一位非常虚伪的人,竟然在自己的事业上伪装得这么好,要不是他把自己的情人告到了警察局估计还不会有什么人知道他的真实情况。 虽然大家看待这件事情的态度还算客观,可是出会这样的行径,本身就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不管双方究竟因为什么会闹翻到这个程度,女方被扣在监狱里面已经是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知道,男方下手其实真的很重了。 不管这个女方平时究竟怎么样,起码在男方有家庭的前提下,整整跟随了七年的时间。 这也算是一个女孩子全部的青春时光了,被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也没有否认。 网友们发现,他给男方的备注,都是老公,并且也是软件联系人里面的置顶。 很多人都觉得,其实这些年,女方对他也算真诚了。 不过,随后有人发现了女方海外的账号,女方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 不管是衣服,还是包包都是价格昂贵,甚至有的场景都是私人飞机上才有的。 很多人看到这里就会说,可能男方这些年,应该没有少给他钱,所以他的生活,才会这么的充裕吧。 虽然女方被人曝光,但是大家还是觉得,男方将事情做得比较绝对了,两个人要是不想纠缠,可以好好处理也没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上来。 很多人由此都觉得,他是一个很绝情的人,这件事情之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平息,是因为很多公众的人物都转发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表达看法可以被人理解,大部分人表达的,基本上都是男方手段,很以不顾及女方的以后。 并且认为这算一种非常过分的手段,在这其中原理的看法,成为了因益最大的一位。 因为最开始他就表示,男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天,是因为男方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人,并且为这次事件付出代价也很正常。 还说不应该轻易相信这些艺人的那些假象了,大部分比较火为艺人都是这样。 很多网友原本觉得他的看法也算是比较直接的一个了,话说的没有情面。 可是最近他再次发文的时候,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还说别人们,自己正义就去责怪大家都责怪的那个人,有时候,大家不知道这个人私下究竟什么样子。 网友们再次看到这个不同的看法却不接受了,因为之前事情刚发生时候,帮着转发策页多的就是他。 现在在这里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住的也是他,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二次发言,其实没必要。 还有的网友直接转发了他两次不同的话给他看,在评论里也表示他这样的做。 把其始无趣又不光彩,就。 见 Estou 君 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